一星期一本书 也无法改变幸福的走向与结局 弥彩就说 婚姻就犹如一场长期对话 当你决定走进婚姻时 你要考虑好 你们能否谈笑风生 走到最后 虽说言句言散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但一段感情 从甜蜜走向破碎 很多时候其实早有增长 就好比夫妻相处中 一旦出现这五个征兆 婚姻就很难继续了 首先 分床甚至分居 什么叫夫妻呢 夫妻就是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枕年 能睡在一张床上相拥而眠 感情才能越来越甜 否则 长久分床 婚姻必亡 就像有人说 夫妻一旦分房睡 就很难再回到同一张床上 很多时候 分床甚至分房睡的夫妻 分着分着 就真的分了 没了睡前的耳边撕磨 少了睡醒的一句早安 感情也会越来越淡 直至习惯 直至离散 然后是 恶者相向 大打出手 一段感情 如何判断它早已破裂呢 电影《婚姻故事》中的一个片段 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影片的开头 查理和妮可 本是外人眼中的神仙眷侣 他们互相诉说着对方的优点 言语间都是赞美和欣赏 一切都是他们相爱过的痕迹 可镜头一转 两人决定离婚 为了争取各自的利益 他们聘请律师 不惜当庭对峙 调解不成 两人直接撕破脸 开始互相怨对 查理甚至指着妻子咒骂道 我恨不得你去死 可悲又扎心 俗话说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 六月寒 在夫妻生活中 最怕的就是恶语香香 一时的口不择言 除了会破坏彼此的亲密关系 更像一把尖刀 狠狠插在了另一半的心上 而心伤了 就再难挽回了 第三点是 不再有交流的欲望 何炯在深夜食堂里 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一段关系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 不是外貌 也不是面包 甚至不是忠诚与否 而是分享 夫妻之间 沟通和交流最重要 相互总有话可说 有东西可分享 才是婚姻长久保持活力的表现 否则彼此的心门都不再敞开 夫妻就成了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时间一长 婚姻生活就如同一潭死水 再也积不起爱的浪花 有人就说 很多婚姻死去的那一刻 恰恰是夫妻无话可谈的那一刻 一段婚姻中 两人越沉默 感情就越疏离 第四点 无视付出 不懂体谅 曾经看过这么一句话 一个男人最大的温柔是什么呢 你为我吃的苦 我心里都有数啊 傻姑娘 诚然 一段感情能够走到最后 靠的绝不是一时的激情 而是 你知我的难处 我懂你的不义 于生活中互相理解 于细微处 彼此体谅 如此 才能携手一生 反之 如果一方只知道索取 只考虑自己 那这段感情 注定不会长久 因为婚姻的世界里 独目 终难之 再好的感情 也会死于 理所应当 最后一件事 不再信任 相互猜忌 有人说 在感情中 想维护好感情 最离不开的 就是信任 很多夫妻之所以 走向分崩离析 大部分原因是 出现了不信任 而猜忌 一旦发生 猜忌者心里不舒服 被猜忌者 心里更不舒服 久而久之 原本坦诚的关系 也变得互相防备 越来越累 义补生说过 婚姻是人生的 一大考验 的确 找一个好爱人容易 过好这一生 却很难 毕竟猜疑 一旦产生 走不出来的 始终是自己 人不息而散 心不真而良 越是互相防备 两颗心的缝隙越大 大到无法修补的时候 两个人的婚姻 也就走到了尽头 毕竟心远了 情也就淡了 记得《欢迎年华》里 有这样一段话 我从来没有想到 原来婚姻是这么复杂 还以为一个人 做得好就行了 可是两个人在一起 但是自己做得好 是不够的 婚姻没有捷径 所以更要用心经营 学会彼此体谅 互相珍惜 感情才能吵着 更幸福的方向走去 点亮再看 愿你我 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里 始终能与爱人 携手并肩 互相成全 风雨之后 尽是晴天 好了小伙伴们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 记得再文末 点亮再看 我是珊珊 今晚就是这样 听完早点休息 晚安 晚安 你问风 为什么拖着红鸟飞翔 却又吹得让它慌张 你问雨 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 却也是透她的衣裳 你问她 你问我为什么亲吻她的伤疤 却又不能带她回家 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 你只听不到回答 如果光 你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你会握着我的手吗 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一声太短 一声好长 我们哭着醒来 又哭着遗忘 幸好啊 你的手 曾落在我肩膀 我哭着你 中文字幕——YK